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为福建省养肋系统第一位女站长 与风与泥土打交道的工人们十分怀疑 这个个子不高的女同志 能不能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 当时我们站里男的有二十来个 女的有七八个 当时她有个女同志来这边做站长 到底做不做得下 做不做得好 大家不相信我一个女同志 没有人法干不好 我说我只要出大旅 出大旅能一定更好 林云云今天来到长廷公路分局 和共事多年的老同事们一起聚会 多年未见大家都很开心 不过别看大家如今其乐融融 当年林云云刚当上站长的时候 为了解决站上养护维修资金不足的问题 可是做了一个不受大火待见的决定 原来这个路是老大那样 路很快使用超级已经到了 所以我每天出宫带她去硬料硬杀 当时大家不肯让讲 讲不通 同志们不愿在辛苦的日常工作之外 还要去上山采集养路用的杀石材料 这事儿没人支持 林云云干脆自己带头上山采料 久而久之 这种出大力出大汗的精神 感动了身边的同事 大家纷纷行动起来 都加入到上山采料运料的队伍 所以我们自备料 备了一百多方 让他们自己要炒饭要补油路啊 这样一做人我自己处处带头 他们都很感动 他们也跟我一起哭 我那个资金养路的历程是两百多公里 四通八达 就在林云云工作刚有起色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1985年12月的一天 林云云正在运输食料 迎面开来了一辆拖拉机 正好刮到运料车上的林云云 她从运料车上摔了下来 腰椎骨折 被抬到医院抢救 她是哪一节基柱上有几节变短了 后面妈妈康复以后 其实整个人都变矮了 矮了好几公分 尽管亲友们再三劝阻 但林云云无论如何 也不愿意就此并退 她在病床上休息了两个月后 就重返了工作岗内 我说不管好不好 我还是要住在当里面 劳动怎么不受伤呢 我从小到大不怕苦 1988年6月13日凌晨 福建长厅下起了罕见的暴雨 暴雨引发山魂 数百名乘客被困在公路上 为了尽快使道路恢复畅通 旧伤在身的林云云 急忙带领大家顶着暴雨 抢修路段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正常带我们去巡路 在巡路的时候 发现很多的流芳 创传又带领我们 坐了七个多小时 才轻通 只有一百多辆车也过了 一百多个旅客也顺移地通过了 在风雨和宁云中 没有人顾得上去照顾林云云 就连她自己都忙得忘得疼痛 那时候我抢修股痛也忘记掉了 后来抢修股 回到家里了 腰痛就不得了 我们组织上也考虑到她 可能也快到退休年了 就跟她讲 你是不是可以退休 她就跟我们组织上这样的踢球 随着我腿脚不变 我还可以在藏里面安排三场 一干就干了三年 她这种以路为业 以藏为家的精神 深深地感染我们前提干部之功 在她的带领下 城关公路站终于从老大南 变成了全省的仰路先进集体 连续六年被评为 省定县公路系统红旗班站 先进班站 这一切荣誉的背后 并没有什么窍门可言 林云云所平的 不过是她出大汗 出大力的信念 和不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 我一而空 真想回来看看这个路 多多一点衣服劳动 就像我们孩子长大一样 我也很高兴 如今的公路 也不像当年那样的移民破旧 平坦舒适的路面 现代化的养护设备 完善的安全设施 绿化轨化公路 都在昭示着 一个新的公路时代 正在到来 每一条平坦的公路背后 都有很多像林云云一样的养路工 这些平凡的劳动者 养护着便捷通畅的中国公路网 他们就如铺路石 铺就了中国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除了一个牛女姊妹文化 党和组织培养人物 我赠我最大的一份力量 西州贡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